今天给大家带来 机长为了拯救一飞机的人 居然把飞机倒着开的故事 获奖航班 在与酒精和空姐女友放纵了一晚上后 老华接到个催她去开飞机的电话 她赶紧刻口要提神 然后就来到机场开始上班 今天是个雷雨天气 飞机在上升过程中非常颠簸 但老华表示小菜一碟 只见她一顿操作 飞机就顺利穿过乌云 大家都在为她鼓掌 老华一下就飘了 偷偷给自己奖励三瓶福德加 喝完后就直接熟睡在驾驶座里 没想快要降落的时候 飞机突然一阵剧烈的颠簸 老华被震醒后迅速投入工作状态 可惜命运不给他们丝毫挽救机会 由于飞机故障 拳击一百多人正在垂直往下追 老华为了阻止飞机下坠促冲 把燃油都放了 变成手动控制飞机 但这些似乎都没什么作用 更糟的是附近没有机场 他们已经能看到地面的房顶 老华临危不乱 直接把飞机倒过来驾驶 有个没系好安全带的小男孩 调出座位 女友空姐不忍心 便主动爬过去帮男孩回到座位上 可这样一来 他自己就危险了 这时老华正缓慢将飞机恢复成正方向 一番折腾下来 飞机终于变成向地面滑行的状态 同时为了避免一间教堂 他努力往左边调整方向 结果机翼还是撞倒了顶端 但值得庆幸的是 飞机降落在一片空地上 伴随一声巨响 老华晕了过去 当他醒来时 一个关系不错的同事上前告诉他 全机102人 你救了96条性命 现在啊 可是个大英雄了 有专业机构 把10名飞行员 放到同等情况的模拟条线下 结果所有人驾驶的飞机 都坠毁了 也就是说 老华是唯一一个 能救下这么多条人命的人 但遗憾的是 他的女友空姐死了 还没等他收拾好情绪 又有人来看望他了 这次啊 是他的机友 对方说 他这下可成了名人 外面挤满了记者 等着采访他 还带了一大瓶酒 说来庆祝一番 可老华像突然转性似的 说什么都不喝了 回到家后 还把啤酒 红酒 白酒 全部扔掉 原来啊 他也知道心虚 毕竟啊 喝酒开车都不行 何况他是喝酒开飞机 没过多久 律师找上门来 说虽然这次灾难 是由于飞机出故障导致的 但老华依旧有可能要吃牢饭 因为调查人员 在他的血样里 检测出超标酒精 还查出他嗑了药 虽然他救了许多人 但这也不代表 他可以在开飞机前 喝酒嗑药 老华一听 懵了 这英雄和囚犯 差别可大了 简直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律师表示 自己可以帮他搞定一切 把锅啊 都甩到飞机故障上面 关键是老华 这段时间 不能再碰一滴酒 毕竟啊 要是再被人抓住把柄的话 老华表面答应得好好的 一转身又控制不住 自己的坏毛病 拿起大酒瓶 蹲蹲蹲起来 为了尽可能 让自己逃离罪犯这个名声 他不惜去找当时 飞机上的其余同事 恳求他们 别将自己喝酒的事说出来 其中啊 副驾驶下半身瘫痪 估计这辈子 再也开不了飞机了 他看到老华 心里是既愤怒又感激 虽然他救了自己的命 可在开飞机前 酗酒 嗑药也太不把一飞机的人 当回事了吧 但最后这些同事 都答应帮他隐瞒 毕竟啊 再也找不出人 做得比他更好了 接着 老华被人拉进一个借酒会 他觉得 台上的人每句话 似乎都在暗讽他 听没一半就匆匆离开了 没过多久 律师和同事告诉他 报告都搞定了 但又出现新的问题 调查人员在垃圾桶里 发现两个空酒瓶 当时由于飞机颠簸 没有给顾客提供饮料服务 所以这酒瓶一定是工作人员留下的 律师希望 老华可以把他推到空姐女友头上 因为他的血液里也测出酒精 这样一来 事情就天衣无缝了 老华是个酒鬼 可这不代表 他喝酒把良心都喝没了 于是他拒绝了这事 回到家后 他发现门口挤满了记者 便转身去前妻家躲躲 结果被前妻和亲儿子赶了出来 毕竟啊 当初这个家 就是因老华酗酒而毁了 无奈之下 他只好投靠到同事家里 这段期间 有了同事监督 他真正做到了 不喝酒 不嗑药 终于来到听证会前一天 他们住到了附近酒店 贴心的同事 清空了老华房间里 所有的酒水 没想半夜 他迷迷糊糊 去到隔壁房间 看着满冰箱的酒瓶 他终于啊 控制不住自己 第二天 律师和同事一打开房门 就被扑面而来的酒气 熏晕了 老华居然又喝了个人事步行 此时啊 离听证会 只有一个小时 为了让他清醒过来 他们只好让老华嗑药 老华等人 终于顺利来到会场 面对调查员的询问 他撒谎啊 撒得脸不红 气不喘 说自己不会酗酒 开飞机前 喝酒嗑药什么的 更不可能 接着问题 来到飞机垃圾桶里的 两个酒瓶 他只要按律师的要求 把锅啊 都甩到 已经去世的空姐身上就好 但他迟疑很久 还是说出了真相 喝酒的不是空姐 而是他自己 而且他不仅飞机上喝酒 还在起飞前喝 就连昨晚 他也喝了个大醉 这话一出来 老华铁定被关进监狱 他不能再飞行了 但他并不后悔 在里面做了各种事情 弥补过错 虽然如今被困监狱 但他觉得 自己是第一次这么自由 而且身边人 对他的态度也不同了 其中儿子 终于恳亲切地叫他一声爸爸 老华对现状非常满足 人总会有大大小小的毛病 为了掩饰他 我们又会去撒大大小小的谎 就像片中男主 一边说自己会戒酒 一边又喝了个天昏地暗 幸好他最后清醒过来 做出改变 能直面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而不逃避 才是真正强大的人 好了 故事到此结束 这里是八戒爬电影 喜欢的给我点个赞吧 咱们下期再见